宋佳仁虽然知道了苍修玄的身份,但是随着他在宋佳的出现,他们也慢慢地接受了他,或者说在大部分情况下又忘记了他的王爷身份。 对他们突然带回来的孩子,宋佳仁也很是好奇。 但是宋陈和苍修玄没说,他们也都没问,等到吃饭的时候,他们就发现这个孩子有些不太一样了。 妹,这小子怎么有点怪怪的? 他有点自闭,他们家人把他送到我这里,就是来治病的。 再说他有名字,什么这小子那小子的?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他叫什么名字? 不是,你这是准备让他以后都住在家里吗? 这一个接一个的人往他们家里住,宋和感觉相当不爽了。 他现在跟他妹子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。 那个齐王他不敢吭声,可这小子他难道也不可以反对吗? 我答应了他家里人要帮他治好的。 在他病好之前,应该都是住在我们家里了。 怎么了,哥,你不是对一个小孩子充满敌意吧? 他哥的这些小心思都写在脸上。 他觉得吧,他哥肯定是缺爱了。 眼下他整日都忙,娘又有了身孕,爹的全部经历都是在事情和他娘身上。 他这个哥哥几乎是被忽视了。 要不,我们找个嫂子吧。 宋辰歪头想了想,给了一个十分诚振的建议。 只不过,这次宋和的反应,却让宋辰察觉到了有一丝丝的不同。 以往在说起这样的话题的时候,宋辰是相当的反感,跑都跑不赢。 今天,他非但没有反感,没有走,反倒是红了脸。 哥,是不是有情况? 你这丫头,一惊一乍的吓死我了,什么叫有情况啊,你一个姑娘家家的好好说话。 嗯,我保证好好说话。 宋和表示满意,结果不料宋辰又开口了。 你先跟我说说是怎么回事。 什么怎么回事啊,马上要开饭了,先去吃饭。 你要是不说我就告诉你啊。 咱们兄妹之间的事情兄妹解决啊,不要动不动就告诉你啊。 嗯? 我就是跟你这样说,咱们感情多好,是不是?我们也有我们的秘密嘛。 这是不错的,不过我发现你最近好像真的变了些,并且话更多了。 你这算是夸奖吗? 不算,还是喜欢以前那个你。 好了,先不说这些了,先吃饭。